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希望大家能给堂堂点个赞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65岁婆婆的抱怨 子女回家不是过年是闹灾 原因让人意想不到 过年回家团圆是一直以来的传统 但因此而引发的烦恼却引人深思 一位年轻媳妇讲述了两位老人 对待子女回家过年这个事情的不同态度 看完后来谈一谈你的感想吧 我婆婆三个儿子 每次过节的时候家里团聚就是14口人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人群呢 吃饭的话要摆两个大桌子 还有一群孩子跑来跑去 摔碗扔筷子的都是常事 只要我们这群人一回家 我婆婆从早上就开始忙起来了 即使这样 到了吃饭的时候也得分两拨吃 我和六个孩子是第一拨 为什么我会和孩子分在一起 因为这些大人里 只有我还跟孩子一样贪嘴吃 剩下的六个大人 在我们吃完之后再吃 而我婆婆始终是在厨房忙活的状态 我吃完饭后 带着一群孩子去疯跑了 而我婆婆一直到 那六个大人快吃完的时候 才能坐下吃一口饭 大多时候饭菜已经凉了 有时候她会一边吃 一边开始收拾碗筷 这时大哥大嫂 二哥二嫂 带着各自的孩子已经回家去休息了 我们一家三口因为住在城里 会在家里陪着我公婆多待一会儿 我跟我婆婆数过吃碗的碗盘 竟然有37个 这些都是我婆婆自己刷的 她不肯让我插手 觉得儿媳妇们回一次家 不该伸手干活 我有时候会问我婆婆 是不是特别累 特别烦我们 有这么一大群人来了 你要伺候 走了你要收拾 她说累是累 累我也喜欢孩子多 这叫儿孙福 你不懂 等你老了 就一个孩子冷冷清清 才叫没有福气 我跟我婆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她喜欢儿孙多 也不怕麻烦 带着儿子带孙子 她总共看大了九个孩子 我儿子也是她抱大的 我天性懒散 坚决不愿生二胎 我真心觉得一个孩子已经够乱了 跟我婆婆一样 带九个孩子我会疯 农村有我婆婆这种喜欢儿孙闹的婆婆 也有跟我一样非常怕累怕烦的婆婆 我婆婆娘家的一个姐妹 用我婆婆的话 那是她们年轻时候的一枝花 我见过那个老人 但真心感觉她没有我婆婆长得好看 可我婆婆说 那个时候十里八项的小伙子都喜欢她 那个婆婆跟我婆婆同岁 65岁 只要一到过年 她就会跟我婆婆抱怨 她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 这不是过年 是闹灾 我们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钱 到了过年的时候 买鱼买肉 给孩子压碎钱 都剩不多了 我还要做15口人的饭 刷44个碗盘 一想就累 我每次说我婆婆生了三个儿子 还有这么一大群孙子孙女 真的太闹腾了 每次我婆婆都非常不满地说 我给你说的那个一枝花 人家也是三个儿子呢 比我还多一个孙子呢 就是你不肯生 给我拉了后腿了 我婆婆这边泪病快乐着 人家那边泪病痛哭着 前两天我婆婆给我打电话说 今年一枝花的三个儿子 都不回家过年了 一枝花在家里正难受呢 一枝花跟我婆婆说 人家回来就是想让我伺候 就是要钱要粮的 去年我老公掀了桌子 让儿子们带东西 让儿媳妇帮我做饭 到了今年人家都说忙 不回来了 我婆婆说 去年过年的时候 一枝花跟我婆婆一样 在厨房里忙了六个小时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 看到菜上了桌子 没有等一枝花上桌子 就都吃开了 其实往年也是这样 但是一枝花年年跟老伴抱怨 老伴彻底烦了 今年一看孩子们又这么没有规矩 直接掀了桌子 儿媳妇们都不高兴了 儿子们也都沉默了 孙子孙女也吓哭了 老头要求以后过年 儿子们必须给他们买礼物 而媳妇们都到厨房 帮婆婆做饭 孙子孙女的压岁钱也不给了 然后到了今年过年 三个儿子通通表示 太忙了 不回家过年了 礼物都买好了 会让同乡烧回去 这个一枝花跟我婆婆哭诉说 我要的是他们这点东西吗 这就是儿媳妇们起义了 人家不回来 也不愿意到厨房帮我做饭 他们都觉得 既然不给孩子压岁钱 孩子也没有回去的必要了 我伺候了他们这么多年了 给他们闹了闹 他们就这样 等我老了 也指不上他们 还是你家小儿媳想的明白 你也别逼人家生孩子了 生这么多孩子有什么用 我婆婆继续说着 她过年准备的东西 还跟我抱怨猪肉太贵 叮嘱我过年不要买牛肉 她嚼不动 我这边也给我婆婆准备了 过年的礼物和吃食 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 我婆婆这样的女人 她是真的很爱自己的儿孙 看到自己的儿孙 就不知疲倦的那种人 她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抱抱咱家的孩子 就什么都好了 她是期盼过年的 期盼这一大家人的团圆 屋子里的媳妇们叽叽喳喳 外面的孩子们吵吵闹闹 她在厨房里做着饭 三个儿子陪在旁边 和她聊着天 我公公又出去买忘记买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她想要的幸福吧 可如果老人不想要这样的幸福呢 如果老人小儿媳妇们 都进厨房帮帮忙 如果老人小儿子们 回家能多拿点东西 让他们可以炫耀 如果老人一年很辛苦 也攒不了几个钱 不能给孩子们很多压岁钱 那作为儿女 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婆婆有那样的要求 我该怎么办呢 过年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人看所有的孩子 然后大人们一起动手 做饭 毕竟人多力量大 也不会太累 如果我婆婆要求我们儿媳妇到厨房帮忙 我们都会去 我们不去是因为我婆婆更想跟她的儿子们在厨房 其实归根结底 过年帮忙做饭这件事要看男人 我曾经多次研究过我家的婆媳关系 我发现男人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比如我先生这个人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守着我婆婆 我婆婆做饭她跟着 我婆婆端菜她跟着 反正就是他们三个弟兄都围着干活的我婆婆 那是他们一年里好不容易有的团聚 他们不愿意有我们这些儿媳父母的打扰 我们也从不觉得我们就因此成了外人 毕竟他们在劳动 我们在聊天 我们默契地达成了某种协议 我婆婆做饭 她所有的儿子帮忙 我们聊天 给他们独处的时间 一个家庭一旦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平衡 就很容易和谐 我经常会想一枝花家里的过年 过年本该喜庆 但是却有了过多的怨对 可如果老人不是要求儿媳妇 而是要求自己的儿子去厨房帮忙呢 既然老人觉得累 既然老人很怨对 那么她的老公和儿子们 为什么不去帮忙呢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儿媳妇们都去帮忙呢 其实这才是所有破戏矛盾的根源 也是太多儿媳妇不想回婆婆家过年的根源 公婆都体谅了 儿子们累了一年 而忘记了体谅儿媳妇们也累了一年 公婆觉得儿媳妇该多干活 而儿媳妇们觉得一年不回来几次 公婆该热情相待 男人不肯伸手 彼此不愿意体谅 于是有了这样闹哉的过年 父母辛苦养我们一场 真的不容易 不要当白眼狼 我最想不明白的是 一枝花家的三个儿子 难道回父母家过年 他们不该自己去给父母买礼物 孝敬自己的父母吗 既然母亲那么累 儿媳妇们不想干活 那么当儿子的 不该去帮助自己的母亲吗 父母已经不满意了 作为儿子 难道不该去协调这件事吗 跟妻子们商议 如何和谐的过年吗 毕竟过年都不回家 对于老人何尝不是打击 但是他们默认了母亲的累 也默认了妻子们的起义 他们完全处在不作为的状态里 不管回不回家过年 不管到底是谁伤心难过 都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只是找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生活 我婆婆说 过年三个儿子都不回家 等到半年的时候会被笑话的 一只花总说 儿媳妇们不地道 我看她那三个儿子 才真的大不孝 儿媳妇们不想帮忙 儿子们没手没脚吗 这件事真的是 与其谴责女人的 不善良不贤惠 不如去谴责男人 在婆媳关系里的不作为 看完这位年轻媳妇的诉说 你有什么看法吗 对于儿女回家过年这件事 你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今天分享到这儿了 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